今天的一瑜伽体试呢 我们主要针对整个脊柱的锻炼 那第一个迷你的白日式呢 它能给我们的脊柱两侧带来很好的运动 你能够在这个体试里边感受到后背部的微微的热量 这些热量呢 能够缓解我们后背部的紧张啊 僵硬啊 很多小伙伴说背疼 那你就可以来做迷你的白日式 这个体试呢 我们会做四遍 第一遍呢 我们来开解动作 第二三四遍呢 希望大家能够跟上我的节奏 我们来一起做 先会坐在垫子的后端 金刚座 我们调整一下坐姿 调整一下呼吸 吸气 抬起 抬起宽部 手臂举过头顶 呼气 坐下身体 婴儿式 吸气身体向前 抬头 牛式 呼气 拱背向天空 肚致要吸着 猫式 吸气 宽部向前 胸腔向前 向上 手臂围曲 眼镜蛇 呼气 脚趾回钩 来到 屈膝的下犬式 这里要屈膝哈 不是我们平时做直腿的下犬 屈膝的下犬式 吸气 转背向前 落下宽部 脚背 切地 拧进舌 呼气 来到猫式 在猫式里边 我们的肚致一定要吸上体柱 吸气 抬头 牛式 呼气 臀坐脚分 婴儿式 吸气 卷着背 把身体拎高 抬起 宽腹 呼气 双手胸前 合十 南无 抬起 好 这是第一遍迷你的拜日式 我们在这个拜日式里边呀 一定要做得非常柔和 你要感受到身体的流动 感受到你的脊柱像波浪一样的流动 要慢一些 第二遍 第二遍 调整坐姿 调整呼吸 吸气 抬起身体 手臂向上 呼气 婴儿式 吸气 身体向前 流式 呼气 拱背 猫屎 吸气 宽部向前 层腔向前 眼睛舌 呼气 屈膝的下犬式 吸气 卷着背 向前 落下 宽部 脚背 贴地 眼睛舌 呼气 抬起身体 拱背 向天空 猫屎 吸气 抬头 牛屎 呼气 臀坐脚跟 婴儿式 吸气 卷背 起身 慢慢的 呼气 呼气 双手 核实 南蛤 第三遍 在第三遍里边 我们要感受身体的流动 呼气 吸气 抬起身体 手臂向上 呼气 婴儿式 吸气 身体 身体向前 牛屎 牛屎 呼气 拱背 向天空 好 屎 吸气 落下宽部 胸上上提 眼睛舌 呼气 下去 吸气 卷 背 上前 眼睛舌 呼气 猫屎 吸气 牛屎 呼气 婴儿屎 吸气 抬起身体 呼气 双手 合十 南蛤 第四遍 我们不但要感受身体的流动 脊柱的热能 还要有柔和的感觉 开始 调整缩姿 调整呼吸 大家要闭上眼睛 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 吸气 抬起身体 双手向上 呼气 婴儿式 吸气 身体向前 牛屎 呼气 毛屎 吸气 宽向前层 胸腔向前 眼睛舌 呼气 吸气 婴儿式 你可以闭着眼睛 感受身体 吸气 卷背 向前 眼睛舌 眼睛舌 呼气 猫屎 吸气 牛屎 吸气 呼气 婴儿式 吸气 卷背身体拎刀 呼气 双手 双手 合十 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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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身体的觉知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让身体和头脑冷静下来 足力 休息 对身体 休息 两脑 铺平向前 拿一个抱枕 同样也是 抱枕或者枕头 放在腿的上面 要想让身体和头脑冷静下来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培养自己一点点的谦卑 所以在这里 双手这样 拍在抱枕上 额头落在手肘上 低头拱背 在这里保持十个呼吸 来休息倾听身体的回响 感谢观看 随着下一次吸气 准备抬头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个体式呀 能够快速的让你的头脑冷静下来 我们需要一个瑜伽符句就是伸展带 如果家里面没有伸展带呢 拿一个毛巾放在旁边做准备 依然金刚座 坐在垫子上 调整呼吸 调整坐姿 吸气抬起手臂 呼气手掌心向两边 在背后交叉 旋肩向后 在这里啊 大家注意 你的肋骨不要向上皮 还是要收着肋骨 收着小腹 在这里如果大家觉得肩部特别紧张 手没有办法扣在一起的话 没关系 我们拿一个毛巾 抓着 手掌打开的距离 与自己的宽部同宽 手掌心要向着臀部 我们拿毛巾啊 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肩胛骨收向中线 现在 吸气胸腔上提 肩胛骨收向中线 手离开臀部 调整一个呼吸 随着下一次吸气 身体向前向下 非常非常柔和的 额头落地 在这里 吸气 抬起自己的宽部 身体向前 让头顶心点滴 也就是让自己的百会学点滴 在这里啊 我们要停留五个呼吸 我们先调整自己的动作 你的小腹要收向脊柱 一定要收着小腹 收着核心 手不能松劲 还是要让肩胛骨夹向中线 手离开臀部 你感觉手指很长很长 向上延伸 让你的肩膀要远离耳朵 千万不能这样掉下来 掉下来颈部压力很大 你一定要提起肩膀 调整好 动作之后 可以缓慢地前后 前后 晃动身体 按摩自己的百会学 停在这儿 五个呼吸 现在 慢慢地身体 落回到婴儿室 手放下 松开毛巾 手背着地 两手自然垂落 我们在婴儿室中休息 随着下一次吸气 慢慢地卷背 把身体拎高 坐起来 感受血液在头部的循环 接下来 我们进入毛毛虫室 像我这样坐在垫子上 双腿向前平铺 然后吸气 让脊柱向上 呼气 将自己的身体 由宽部折叠 向前驱 在阴瑜家的提示中的前驱 我们都可以是这样拱着背 坐的 两个手 手心向上 自然垂落在腿的两边 低着头 在这里 如果有的小伙伴觉得自己的这个腿后侧的压力比较大 也就是国生机紧张的话 把你的两个腿打开一下 然后双手放到腿的中心 向下 如果觉得这个坐骨的地方有一些紧张 就在臀部的下方垫一个毯子 因为是拱背的前驱体式 所以在毛毛虫室里边 我们要感受到整个脊柱的拉伸 今天所有的体式都是针对脊柱的训练的 所以我们要开始锻炼自己对脊柱对身体的一种觉知 嗯 bowling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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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着下一次的吸气 准备抬起身体 好 我们进入今天的摊湿式的练习 那像上节课说过 我会在接下来的课程里边 都会给大家一些有修复功能的摊湿式的电体 这节课也一样 我们需要一个抱枕 或者家里比较厚一些大一些的枕头 这样侧坐在垫子上 把你的枕头或者是抱枕的一边 靠着自己臀部的旁边 我们先开始来右侧卧 调整好坐姿以后 抬起右手臂 落下 右侧卧 头可以枕在右手臂上 依然让这个枕头或者靠枕 靠着自己的腰部 双腿自然的弯曲 左手落在臀部上方 闭上眼睛 感受整个抱枕给自己身体的支撑感 你会有很强的安全感在这个体式里 闭上眼睛 感受大地给你的滋养 感受身体各个部位的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左手称地 缓慢地 留着头 推起自己的身体 轻轻地睁开眼睛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英语家的体式练习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今天的冥想引导的练习 我呢会教大家呼吸觉知技巧二 那么就用这个技巧来引导大家进入冥想 上周大家都体验到了呼吸觉知技巧一 现在我们再也不再拥想提升 因为我们都已经客服了心理上的恐惧 现在用舒服的姿势平躺下来 头颈的下方垫一个薄薄的毯子 把眼镜头颈的身体 把眼镜头绳 手表等等物品都取下来 让手脚身体的周围都没有阻挡 盖好毯子 我们练习 我们练习呼吸觉知技巧二 平躺一会儿 不需要做任何事 自然的呼吸 刚开始 我们无法确定气息的吸和呼 是不是充足的 只有在我们放松的情况下 才能将气息吸得满 呼得全 即使在我们工作时 我们也应该有完整的吸气和呼气 我们始终要保持对呼吸的觉知 每当你吸气的时候 有开端和结束 也就是说 吸气的过程有一个开头一个结尾 同样的呼气的过程也有一个开头和结尾 现在我们要找一下吸气的终点和呼气的终点 你可以试一下 这个终点是中间的那个点 这个终点 这个终点没有人可以找到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 当你尝试去找这个中间点的时候 对你是有帮助的 在我们呼吸时 吸气的开始 到吸气的结束 有那么一点点的间隙 然后才开始呼 呼气的开始 呼气的结束 有那么一点点间隙 到吸气 目前 还没有人 能准确地找到这个中间点 能准确地找到这个中间点 但为什么 我要要求你去找这个中间点呢 因为 仅仅尝试这样做 对你的帮助 都是很大的 我们现在 就练习这个 记得 要正常呼吸 自然地呼吸 慢慢地 意识到 呼吸是缓慢的 不要费力 很自然地让呼吸 来到正常的状态 我们先从 关注呼气和吸气开始 每一次吸气的终点 每一次吸气的终点 是呼气的终点 每一次吸气的终点 每一次吸气的终点 是呼气的终点 先去关注 这两个点 这两个点 是很好找的 但是 我们不能在这 上边刻意地停顿 不能去通过改变 和控制自己的呼吸 来找这两点 只是在自然的状态下 去找它 现在 我们全然地跟自己的身体的内在 外在 交汇在一起 感受 从外到内 有一种 完全的放松 然后 用我们的觉知 关注现在 呼吸的状态 整个练习 我们都在用 呼吸觉知技巧2 在做这个练习 现在 去感受吸气的时候 去感受吸气的时候 吸气 掠过鼻尖 鼻道 喉咙 经过身体 来到了哪里 呼吸气 呼吸的时候 吸气 从身体内部的哪里 掠过喉咙 鼻道 鼻尖 离开 先指示 感受这个呼吸的存在 存在的状态 从上往下 齐齐地离开 感受这个呼吸的状态 不做任何的改变 哪怕它非常短 那就感受这短短的呼吸 哪怕它非常浅 那就去感受这浅浅的一瞬间 感受吸气 气息来到身体的内部 去感受吸气的末端 在吸气的末端 在吸气的末端 是呼气的开始 只是去感受那个点 只是去感受那个点 这个点 也许在身体的内部 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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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气的末端 与呼气 与呼气 开始交汇的那个点 也许 也许 这个点 有一点点的长度 也许 这个点 一闪而过 什么样的状态都可以 你只是要感受这个点 感受 感受这个状态 现在 我们感受 呼气的末端 是吸气 是吸气的开始 在呼气 与吸气 交汇的那个点 也许不在身体内 吸气 由下往上 离开我们的身体 感受这个末端 吸气 吸气的开始 同时感受 呼气的末端 吸气的开始 同时感受 呼气的末端 与吸气的开始 在 在身体 在身体很近的地方 在身体很近的地方 在身体 和我们的感受 地面 也许不在身体 在身体 在身体 呼气的开始 交汇的这个点 也许 身体内部的 那个交汇点 与呼气的末端 吸气的开始 交汇的那个点 也许 在身体外 在身体不远的地方 也许 在鼻尖 鼻道 我们同时感受这两点 也就是 吸气的末端 呼气的开始 呼气的末端 吸气的开始 我们呼吸的状态 都是自然的 我们为了这个点 不要做刻意的停留 我们只是感受 这个交汇的状态 我们现在 持续地感受 呼吸的两端 我也想要 现在更深一步的去找吸气的中间端和呼气的中间端 如果找不到,没有关系 只是尝试着去感受这个中间的点 不要在呼吸中做任何的停留 不要刻意地去停留只是感受 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 呼吸才是最自然的 在自然的状态下 对呼吸保有觉知 我们才能获得真实的信息 在自然的状态下 现在我们感受身体内部发生了什么 感受我们的双手 双脚 双臂 双腿 双腹 腹部 胸部 腰部 背部 脖颈 头部 各个部位 都发生了什么 现在 同时感受整个身体 或许 有这样 那样的感觉 有一种 说不出的感觉 发生了 这是一种 怎样的感觉呢 我们不需要去描述 只是感受 持续的感受 在感受中 我们获得了 全然的放松 全然的觉知 我们不用太努力 只是持续的感受整个身体 如果 有念头出现 没关系 我们只要把注意力 拉回来 持续的关注整个身体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现在 感受身体内部 发生了什么 感受我们的双手 双手 双脚 双臂 双腿 腹部 腹部 胸部 腰部 背部 脖颈 头部 头部 发生了什么 同时 感受整个身体 或许 或许 有一种 说不出的感觉 发生了 这时 静默 也到来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现在 当我们觉得可以了 就可以慢慢地坐起来 依然闭着眼睛 在坐姿中 感受全身的放松和舒缓 让我们静默几分钟 让我们静默几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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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